選擇了58 白皮 哎呀 一直摸到2萬4萬 這個牌我們的瓜哥怎麼會變這樣子 我覺得他可能在前面那個 1、2萬轉掉之後 拆搭之後 就到現在都沒進過牌了 他現在其實蠻困難的 對 白皮來了吧 沒有 7桶還是沒有 安全Safe 哇來了 哇想都不想 瓜哥在這裡是不是要再想一下 其實這個是應該是 這個放炮比較沒價值 沒有價值 因為他畢竟沒有聽牌 我覺得在沒有聽牌的情況底下 摸到一個不見得大字 不假思索的打出去 這個可能是 我認為他是他忽略了 就是打太快 對打太快 因為是大字嘛 並沒有去看到說這張大字是不是已經出來了 是 就把他當安全牌打掉了 在牌局的後段其實不見得大字 也屬於危險牌 對 其實麻將跟任何遊戲或競技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要去 要嚴守一個紀律 就是不要因為疏忽而犯錯 基本上來說 運氣都還是能夠維持住 所以就是說可以放炮 但是必須有價值 對 是想過的 對 你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後 然後判斷認為這個是有價值的 你就打出去 那因為打牌本來就沒有一定會 哪有誰 沒有人不放炮 沒有人不放炮 對啊 放炮未必不好 但是沒有考慮之後的打 我會覺得就有點可惜 這個白皮 對